和牛在烤網上滋滋作響 厚厚肥美的十元牛 Asali免費給民眾嘗鮮 吸引許多人聞香而來 入口即化 對 它的口感 它的肉感非常非常好 台灣美食展2號登場 甚至米其林BB的美食 也沒缺席 來擺攤現場料理 不過重頭戲 還是搶餐卻 一大早在台灣美食展 可以看到就有大批的民眾 前來排成長長人樓 一圈又一圈 為了就是要來搶 買一送一的便宜餐卷 我九點半來 跟老公要一人搶一組 民眾瞄準的就是 台北美福大飯店 才會平日下午茶餐 雙人券1,210元 等於買一送一 精華酒店自助餐卷 則祭出買食送一 就連海霸王也出招 美食券五一折起 還年料理集品美食券 下沙2,500元 每日限量20組 我們預期這個活動 可以叫去年成長20% 就連住宿券也有好康 大地酒店美食溫泉 一泊30 古三折 天成飯店集團 平日聯合住宿券 六館择一 二期折起 而原山大飯店 也有住宿券 二期折起優惠 我們大概這一季的話 大概可以提升 大概不就三到四成左右的業績 其實這次美食餐的規模 也更加的龐大 所以我們也預估 整體可以提升 一到兩成的業績 希望可以帶動我們 大概是餐飲 或住宿分 大概是15%的 不過愛吃自助餐的 掏課也要注意 想想市集 八月十二號起寒掌 平日週一到週五的下午餐 從原本的九百九十元 漲到一千零九十元 吃大餐也要多多 精打細散 TV的新聞 吳慧彥 劉仙 臺北這麼的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 一起all in